今天是7月15 解嚴紀念日 我特別安排行程來看看檔案局 就政治檔案公開的情況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在解嚴這一天 內心即使是百感交集 一方面是感慨 臺灣竟然經歷了長達38年的戒戒 我們也很感傷 在幾十年的當中 數以萬計的人受到污蔑 迫害 個人犧牲的自由 人權 甚至也失去的家庭 流亡海外 也有很多人一直失去的寶貴生命 今天我們回想 其實我們內心仍然感到非常非常不死 另外我們也感念民主運動的前輩 不怕被抓 不怕被關 甚至不怕犧牲生命 前撲後懼 犧牲奉獻 再凝聚廣大的人民的力量 終於把戒嚴給解除掉 讓人民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我們今天能夠生活在自由 民主 重視人權的環境之下 特別在戒嚴日 我們一定要感謝 每一個為台灣的民主 推動解嚴的每一個人的犧牲奉獻 表達最大的感謝 防給人民公道 讓歷史的真相公布於社會 或者是表彰民主運動人士的攻擊 這是政府責務方態的責任 所以在蔡英文總統就任之後 民權院長也特別推出了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我跟榮太院長 當初在行政院的時候 就積極的請立法院 一定要盡速通過促轉條例 也感謝立法院的支持 後來我們也迅速的成立了促轉會 推動轉型正義 除此之外 我跟榮太在行政院的時候 我們也推動國家人權紀念館的這個成立 同時也把政治檔案條例送到立法院來 目的就是要將真相公布於社會 同時我也提出三點勉勵 來勉勵我們檔案局各位同仁 大家要知道 這些檔案過去是專制獨裁的政府 具於誣陷甚至破壞人民的紀錄 但今天看來 雖然斑斑血跡 但何嘗不是當事人對民主運動 所留下的功勳 當然 更令人難過的是 也是家屬 去探索他親人受到破壞真相的紀錄 所以我希望我們每一個同仁 要抱著促進轉型正義的心情 態度上要化被動為主動 國家檔案局不是徒書館 也不是博物館 被動蒐集 我們要主動徵集各項檔案 除了牽制到國安 牽制到法律 牽制到當事人人權的部分 否則的話 我們應該以公開為原則 另外一點就是 各單位送來的檔案 也不可以藉故 把重要的資訊遮蔽 有公開之名 沒有公開知識 這個是沒有辦法落實 政治檔案條例 所要進行的精神 這三點我特別請 檔案局能夠確實進行 我不希望任何人在民主的社會 用民主反民主 我們也不希望過去 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跟極權主義站在一起的人 企圖想要把國家帶往過去 我希望國家檔案局的資料 供給國人能夠來了解 凝聚國人的力量 大家一起 往前走 走進世界 影響未來 我相信 這才是我們 通過促轉條例 成立國家檔案局真正的目標 好 如此的話 我們才有可能更加團結 國家才能夠走向光明 燦爛的未來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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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